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状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状新闻 我是黄青龙 好 今天是礼拜五 那节目一开始 先跟你再一次的预告 一个明天的活动 就是龙英台文教基金会 他们在明天的下午 在两点到四点五十分 那么在这个华山园区 中山馆二楼 有一场一个演讲 跟一个纪录片的一个播放 那么主题叫做 个人记忆对国家记忆的抵抗 那么是由大陆的著名的作家导演 徐兴先生来做主讲 那么由风传美的总主笔 下征主持 那如果您对于集体主义 跟个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1968年 当时全球狂飙的年代 中国大陆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那么您感兴趣 试过五十年之后您感兴趣 那现在有大陆著名的专家 来到台湾现身说法 那么从回忆当中来看出 这么样的一场个人记忆 是怎么去抵抗国家的一个叙事 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时间也很快 明天下午 有兴趣的话 请你到龙英台基金会的官网 去报名 好 今天我想节目一开始 我们不能免得要谈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这个普普会结束了之后 川普好不容易把这个跟 这个习近平 跟奥巴 对不起 跟俄国之间的 他的所谓的口误 所引起的政治风暴 那么先暂时的平息下来 那现在大家又焦点又回到说 那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到底进行了怎么样 好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首席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这个库德洛 库德洛在前天他就表示说 他说 这个美中之间之所以无法达成 这个协议 他说主要是习近平主党 那为什么他阻挡什么呢 他说他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 美国要求中方要改变 窃取智慧财产IP 还有强迫技术转让的这种做法 他说这个库德洛讲 就算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 愿意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也没有用 他这个话 当然大陆商务部是一定反驳了 其实之前这个美方提出来的要求 还不止这几项 还包括要求中方对于2025 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政策的补助 要求取消 那这个是刘鹤是当场拒绝 那现在看起来 美方可能没有再跟他提 这个国家政策预算补助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现在要求能够就 这个窃取智慧财产IP 还有强迫技术转让 就是说你如果要到美国 其实要去大陆来投资的话 那么跟大陆合作的条件 就是你要做技术转让 那么这个库德洛认为说 美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要求 但是现在照他的说法是 习近平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争议 这样的一个质疑 好那如果没有接 如果习近平真的不接受的话 那么现在就来了 现在就是说那现在两边的经济的态势 那就只能在目前的这种 胶着的状况底下来呈现了 我们看到人民币 人民币看到昨天的人民币收盘 那么已经跌破了6.77的关卡 那么现在大家认为非常有可能 人民币要面临6.9的保卫战 之前已经有一番说法说 人民币如果跌破7的话 跌破7的话就表示大陆 大陆老百姓手上的这个资产 那么就要缩水 那这个一缩水的话 那么这个也表示另外一个角度 是物价会提高了 那这种情况底下 所以有人说1比7 是大陆的一个这个防线 但是现在已经来到6.9了 是不是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同时呢我们又看到这个 因为现在大陆整个资金 尽管说事实上大陆的货币的发行量 是非常的足够甚至超量 但是呢这个因为结构性的因素 现在中小企业融资是比较困难 尤其现在今年又特别强调 这个金融风险的管控 所以银行的放款非常保守 那这个对迷宁的中小企业 尤其是不利的 所以现在人行就宣布要动用 这个中企的借贷便利资金 就叫做MLF 那么是要来鼓励金融机构 来买下低评级的信用债 那这个被认为主要是人行 准备要启动大陆版的QE 那么事实上已经非常接近 简单讲就是一方面 要化解信用危机 一方面又要救在世 这两者必须要兼顾 这就造成大陆现在 这么样子的面临 又要打贸易仗 又货币的问题 然后还有资金 这个整个活络 等等这些状况一起来 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么我们看到 习近平在昨天 已经正式启程 那么出国去访问 那启程出国访问 大家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 这个出国访问是非常频繁的 在跟相较于中共历来的领导人当中 但是很有意思 在他出发前 那么这个大陆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被视为是第三号人物的栗战书 在16号的这个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党组 集体学习会议的时候 特别强调 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要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装 一锤定义定义一尊的权威 那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公安部长赵克志 那么在18号 也就是习近平出访的前一天 那么在召开公安部的党委会议的时候 也要求说全国公安机关 要坚决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确保公安工作始终 是摆在习近平同志的绝对领导 全面领导之下 而且重复了一句栗战书的话 叫坚决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 定义一尊的权威 好这个两个 当然不管是栗战书还是赵克志 这都是习近平的习家军 那他们讲这个话 以前也讲过 也不是没讲过 但是妙就妙在说 都已经集大权于一身 都已经修宪 这个任期可以无限的延任 都已经把你的思想列入到党章 列入到宪法 为什么还需要一直的强调说 这个要以习近平为核心 党中央一锤定音等等 这个有时候难免大家会从这个话当中 去听那个弦外之音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些时候 有些话你不用讲 有些话你多讲 就表示说背后另外有原因 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开个玩笑说 如果一个社会经常在路边的围墙上 要贴一大堆标语 什么不要吐痰 要守秩序 那就表示说是很多人经常在吐痰 很多人经常不守秩序 也就是说它变成是一个反指标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在目前这个状态底下 又没有挑战者 那为什么要一直的强调说 要拥护习核心 是不是表示说 大陆社会真的有出现若干的 不是那么的拥护习核心 那以至于党中央没有办法 那么的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 那这个当然就联系到 前不久以来 这个外媒不断的在讲 说习近平的地位不稳 那么甚至夸张的讲到说 所谓的政变 这些话这些也过头了 但是呢的确是不是说 在大陆内部的确有人 因为从中美贸易战 就我前面讲到的 中美贸易战迟迟迟没有一个 方向准则出来 但大陆现在经济处在一个 下滑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战争 这个战略到底怎么走 如果到影响到社会民生 那习近平的这个底气 还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这就是另外一个 所以的的确也因为 对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压力 那么当然也包括到说 这个定于一尊之后 前一个阶段有太多 让大家觉得 这个无法忍受的 这种对习近平的神格化的宣传 什么梁家河的这个 这个奇迹 什么这个等等等 一大堆称号这些 那么这当然就难免引起 大家的反弹 尤其在知识界 那等等这一些的声音 那围绕起来 那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压力 这个压力就让公安部也好 让人大常委会的这个会议上 都要不断的去讲 对习近平的效忠 而这种效忠反而让大家会觉得说 此地无银三百两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要邀请政大国关这个中心的这个 对不起 政大国际学院的副院长黄奎博 黄教授到节目现场 那么要针对最近的美中台三边的关系 做精辟的一个讲解 不要错过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邀请政大国际学院的副院长黄奎博 黄教授 黄教授早 主持人早 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这个国际 政大国际学院 我是政大毕业的 这个国际学院成立的不太久 我们成立20年多一点 20年是吧 对 简称叫什么 简称我们叫 中文叫国务院 国务院啊 对 国际事务学院 国际事务学院简称国务院 那英文呢 英文的话 它是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所以我们都叫CIA 所以中文英文 其实听起来都蛮吓人 好 所以听众朋友 这个政大的国际学院 新闻帮你们学院 打个广告 谢谢 中文简称国务院 英文简称CIA OK 好 今天请到葵伯兄 葵伯兄很年轻 那但是在 我想学界 也非常 已经有他的一个地位 特别我们关注到 美中台三方了 那么您过去 我看你那时候在马里兰 你的学位在马里兰念的 马里兰大学 对对对 所以你在美国智库那边的活动 也相当的多 有一段时间是不是也在TECOR工作过 没有 在外交部 在外交部 我戒掉外交部两年 两年 颜色会嘛 对对对 正代有好几个人都当过这个角色 刘富国 刘富国也是嘛 对对对 好 那现在当然 现在大家关注到 就是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那么在前天 晚上在美国传统基金会 这是由台湾民主基金会 跟从美金会合办的 一场研讨会上 那对两岸关系 有发表一个看法 一个谈法了 一个说法 那一个大背景 因为18号的 这个陈明通的这一场演讲 除了内容受到关注之外 因为大家也联想到 7月13号 习近平在会见连战的这个代表团 有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新的习四点 那他新的新的习四点 除了高调的民族主义的诉求以外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也讲到了这个所谓的两岸的分歧 那么应该怎么去化解 那么他讲到说 这个这个这个 两岸同胞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分歧 不应该影响正常的交流合作 更不应该成为阻挠 限制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借口 甚至要求台湾同胞 也应该要尊重 中国大陆这一套制度 所发展出来的成就 好 先overall来讲 先请教一下 葵伯兄 您怎么看在这个时间点上的 陈明通的演讲的一个意义呢 这个演讲 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看的话 他是陆委会定期会让他们的主委 在美国华府做一场公开的演讲 所以他不是特意要在美国演讲 他是其实应该是定期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大家有时候不用那么惊讶 说为什么陆委会主委在美国 但是他也因为这样子 他是蔡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个了 对 但是你讲的没错是个定期 对他是个定期的 那再来就是说 这里面提到了一些 大家觉得有点惊讶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请各位回想一下 譬如说马英九政府时期 我们的陆委会主委在华府讲的话 其实跟这个差不多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些人会惊讶呢 因为这是民进党政府讲出来的 好 那但是民进党政府讲出来的这些 这个在华府这些内容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的话 其实他不脱蔡英文 从2016年5月20号上任之后 所提到的一些两岸关系的处理原则 那这些处理原则 其实经过这两年多的这个两岸互动之后 看得出来中国大陆是不接受 只说到这样的原则而已 因为中国大陆觉得说 你这个讲的太浮面 没有一个细部的 甚至更明确的一些行动 来支持你的说法 所以当然陈明通陈主委 都是我们学界的好朋友 他很辛苦的在美国这样讲了一些话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没有办法 跳出过去的苛咎 也就是蔡英文 或是他的国安幕僚 所设下的一些两岸互动的框框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等于还是 他这个谈话还是回到了 就是蔡英文就职的那时候的 民进党的两岸关系的一个 一个框架下面 但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不过我们如果回顾过去这一年左右 民进党政府在两岸关系的谈话的话 其实陈明通主委 他的谈话确实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善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像蔡英文 她常常在这个 比如说邦交被抢走的时候 或者在国际参与不顺的时候 她马上就开始改口 叫中国跟台湾 也就是不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不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去谈 中国大陆的主体角色 更不用讲说行政院长 他已经公开讲 他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然后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他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也就中华民国突然按下 被虚极化变成一个名字而已 所以像这些的做法 其实都抹杀了陈明通在华府的努力 因为陈明通再怎么样 他是个陆委会主委而已 所以总统讲的话 行政院讲的话 其实很快的就已经 就提醒了大家说 其实民进党政府 他就算陆委会的主委释放了善意 可是整体来讲 他更大的官员 更具有权力的决策者 他们在两岸关系的走向 或许是往另外一边走 OK 所以当然这个葵伯兄你来看 你觉得陈明通的这个演讲 也许有释放出一部分的善意 但是这的确是远远不够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坦白说我自己的接触 国共关系跟民共关系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在说互信的问题 对 而且这个互信不是只有共产党不信任民进党 民进党也不信任共产党 民进党也不信任国民党 国民党也不信任民进党 对 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比较有信任感 比较有信任感 相互相对 对 那如果是两个没有信任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而且偏偏两边是两地两边的执政者 如果是像民进党在野的话 那就信不信任不是那么的影响的重要 因为都是在执政者 所以呢 也可以我一个观察点 就是说如果是 因为两年下来 那么互相是一个没有信任感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 当经过两年的一个碰撞摸索了之后 开始 开始因为新的情势出来了 开始有一些善意的一个传递 事实上 大家也注意到 我前两天看到邵中海 就有看到说 他特别留意到 因为7月3号 这个赖清德 这个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他在这个他的新书发表会上 也是用中国大陆 就你讲他之前 以前都中国 现在中国大陆来称呼 对岸 然后另外呢 这个新任的海基会的副董事长 揭秘事长姚仁多 这么在16号 也就是在15号 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这个习四点发表过后 那么他也强调说 海基会的工作 他期许要有创造对岸 未来更多 更友善可以协商的空间 好 我讲这些不是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从我那一天在北京的现场听了习近平的那个习四点的谈话 我觉得他有一种强烈的一种 就是说 从民族主义也好 从两岸一家也好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 他美国的贸易战的压力底下 他是强烈的希望两岸关系 要维持一个可控 那么是一个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希望是一个这个往一个一个 至少不要说这个这个这个 即使不能够进一步走 至少不能再恶化 我感觉他讲那一番话的 尤其他讲到说 有分歧并不应该成为阻碍交流合作的一个 一个情一个一个理由 然后在这个同时 民进党这一边 似乎也开始丢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因为很多人担心的是 会不会重蹈陈水扁任期的时候 陈水扁两三年之后 两岸关系本来从听起来的关系型 到变成一个恶化的一个情况 现在有人在担心蔡英文的时代 会不会这样子 但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似乎各方都有在考虑到说 千万不能再继续下去 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确实 民进党共产党双方都觉得两岸关系不能这样再恶化下去 但是背后考虑的目的或许是不太一样的 我的解读大概是这样子 共产党里面刚刚就像主持人讲的 他们确实是觉得两岸关系不要在 比如说跟美国贸易战的过程中 然后还有习近平内部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 不要让台湾问题变成一个中共必须要马上处理的烫手善欲 我觉得北京是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民进党他怎么考虑 我觉得这个就很微妙了 因为如果从民进党过去的这一个历史来看的话 其实民进党是善于操弄两岸关系的冲突 当然我们不能把陈水扁时代对照成现在的蔡英文的时期 可是确实在台湾的部分的氛围之下 如果北京对台湾更高压的动作的时候 确实有些民众就会想把票投给民进党 不过这一个前提是说 更激进的或是更积极的所谓独立的政党 他的势头没有压过民进党的时候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内部环境 第一个时代力量他的声势 虽然说没有像过去那么的高 但是他跟台联党最高的时间相比 我想不遑多让 甚至还有超过的 有一个侧意的压力源 没错 所以民进党已经有一个侧意是时代力量 但是他在往比较中道的地方看 现在突然还出现一个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他也不偏蓝 当然我不知道那白色力量是不是真的白色 但至少他外面包装的形象 他是跟民进党不太一样 既有合作但又有冲突 所以白中有绿绿中有白 我们也可以讲白中有蓝 蓝中有白 好那这种民进党的状况 他就看到就是说 如果操弄两岸关系 对可能选民会想把票投给一个 坚持台湾主体性 捍卫台湾的人 可是票会到时代力量 或者到白色力量 那还很难讲 对所以民进党的算盘 可能就比较负责 好非常谢谢葵伯兄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还是要环绕着美中台 最近还有很多的议题 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剖析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邀请政大国际学院的副院长 黄奎博教授来到节目现场 葵伯兄 您刚刚也谈到说 其实陈平通的这一番 在传统基金会的这个谈话 可能更多的 更多搞不好不是讲给大陆听 是讲给美国听啊 是这个意思吗 你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看了 这一篇的谈话里面 其实当然他有讲到了 十次的中华民国 而且确实是相对回归到 蔡英文就职之前的 两岸政策的那个调调 但是这是陈平通 作为主委他讲的 我刚刚讲过 跟总统讲的 跟行政院长讲的 这些已经慢慢朝向 一中一台这种分离式的 这种政策基调不太一样 但是呢 你可以注意到 在陈平通主委的演讲词里面 他特别提到了台湾地位的重要 我们其实很多次陆委会 主委到华府演讲的时候 都会这样提 然后呢 我们也都会说 中国大陆不应该用 压霸的心态 对 来打压台湾 其实这个 我觉得两党并无二致 可是在陈平通的讲稿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台湾是在印太 也就印度太平洋地区 重要的一员 然后呢 我们希望 我们也是自由民主的一员 而且我们可以 善尽一个区域的力量 跟周边国家一起合作 推动公平自由的这个环境 而且呢 我们还要坚守 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是 好 这些讲出来是干什么 其实这个完全就是希望 把台湾融入美国川普政府 现在来推动 所谓的印太战略 印度太平洋战略 那这一个喊话呢 其实相对而言 我个人认为 北京听了会很刺耳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记不记得 大概在五月的时候吧 五月下旬的时候 其实外交部 他的文件里面 就特别提出来说 要把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跟美国的印太战略 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当然里面有比较细的说明 是说我们是在这个ODA 就是政府发展援助 还有这个海外公共工程这一块 我们可以跟他比较软的那一块 对 但是因为印太战略 尤其在媒体界 常被认为是川普政府 拿来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 重要的政策宣示 还有做法 那我们的新南向 如果跟印太要挂在一起 今天是挂的是软性的 经济发展公共建设 那下一天 下一次 尤其像台湾旅行法通过了 像美军军舰理论上 国会是鼓励他可以靠港 靠台湾的港等等等等 但是下一步就会变成比较硬的 比较军事上的这种 台湾跟美国印太战略合作 所谓的切香肠 对 这个一段一段 所以我觉得只要北京当局听到台湾在讲说 我要融入你的美国印太战略的时候 北京一定会觉得 这个就是来戳我的 这来找我麻烦 就是他们讲的 狭养自重 对 当然了 我们当然有自己政策的自主性 对 而且我记得在马政府的时候 我们也是非常的赞成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但是我没有忘记跟北京要搞好关系 因为我们一定是要两面都维持稳定的关系 台湾才可以有比较好的 比较正确的一个发展的势头 您刚刚讲到五月份的时候 现在其实也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五月份的在两个邦交国的断交 很可能是这一波两岸关系 的一个变化 的一个新的一个源头 大概这里头两个讯息 提供这个大家也来做一个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 大陆因为在两会之后 他成立那个外交事务委员会 实际上是由杨洁篪来主导 那其实五月份那两个邦交的这个断交 大概也是杨洁篪跟王毅这个系统 但是大陆的外事务委员会 没有把台办纳进去里头去 那所以五月份连续两个断的邦交国 是不是这个外事务委员会所一个形成 就没有考虑到两岸关系的一个 一个不够细腻的一个做法 那我讲这个原因是因为在五月份的同时 两个邦交国断了以后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 那个时候开始讲说 不再忍让要走自己的路 要跟国际的所谓的价值同盟的连结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跟结合到黄奎博教授 刚讲到的这个印太联盟的 我方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点味道 似乎说我们要往美国一边倒了 也这样 当然很多人都认为说 一边倒是风险非常高的 所以是可能被出卖 但是不是这个压力 因为后来又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所以也间接促成了习近平需要对台湾 对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 有一个新的一个掌握 这个掌握就是刚刚葵伯兄也提到的 避免在一方面要集中精神贯注 来跟美国打这场贸易战 但是不能够分审 特别是避免说 如果台湾走到一个所谓的红线 那他大陆的政策选择度就非常的被动 就没有第二条 这他不愿意乐见的 好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看了习近平的那个演讲的一个内容里头 民族主义喊得很高 反台独力量还是很大 这都是重申的 但是里头的确有些心意 这是我刚讲的 他认为说两岸的分歧 不应该变成交流合作的一个障碍 等等这些说法 这个我想我为什么会从这样看 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看陈明通的演讲稿 的确刚才这个魁伯兄的分析都非常的有道理 就是说他里头你要整个看起来的话 事实上他更多的诉求 反而是在告诉美国说 老共现在大陆就是要我用消失 中华民国的主权来换取 这个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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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或者和平红利 有这么一段话 等等 如果你纯粹从那个角度看的确是 但是从一个角度看 因为这是代表民进党的一个政务官讲出来 过去的确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的确如果我们从 就好像我看习近平的讲稿当中的心意 一样的道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两岸之所以现在需要有一个善意的铺垫 堆砌 跟这个背景也有关系 我们知道在这个月底 在大陆的青岛要开一个叫做三台会 7月25 26 那么是由他的台延台联跟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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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办 台办 对对对对三方的 也许到那个时间点就可以了解一下 大陆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对台政策 开始有一些 就是说两边是不是真的想要释出善意来做 做一个改变 好那这是 一个部分啊 但是我想更应该关注的 是美国的部分啊 美国现在 呃这一阵子以来一直都有一种说法 那么国会里头啊 有台的这个声音啊不断的出来啊 当然很多人也注意到说 那可能是空口支票 可能是形式上的啊 呃但是呢 现在甚至有人开始喊出来 什么一中一台啊 或者喊出来说 应该要恢复跟中华民国台湾这边的邦交啊 呃这个葵伯兄是专门研究 美国台美的哈 我今天把这个问题丢出来 你思考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我广告回来请大家来回答 有没有可能美国重新跟我们中华民国恢复邦交 好 没问题 好 谢谢 我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呃节目现场啊 这个刚刚说要问一下黄奎博教授啊 您也是美国通啊 那么这个现在最近以来啊 美国不断的有很多友好的措施 有台的措施啊 会台的措施 这个包括七月初啊 航空母一个军舰啊 这个神盾级的军舰在台湾海峡绕了一圈啊 大家都说是为了跟中国大陆啊 呃别苗头啊 那么表明说他们很在乎啊 中国大陆的之前对台湾的军事上的一个恐吓 呃然后国防授权法啊 那么台湾旅行法等等 那现在甚至有人主张 应该要这个主动的恢复跟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 这个当然只是限于国会 而且不是也不是一个决议啊 你怎么看这个从断交以来到现在 现在开始出现有一个说 应该要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 这可能性在吗 这可能性基本上几乎是趋于零了 当然前提是因为北京政权的强大 但是讲到美国的时候啊 这个事情其实很复杂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是所以他的行政部门就白宫 嗯或者国务院 我们在里面或国防部 这行政部门 还有跟他的国会 也就是他的参议院众议院 其实这两个在外交权上是分立的 嗯 而且如果我们细算这个项目的话 在美国宪法里面 其实美国国会的外交权数目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我们从美国立国以来 对 他的外交实践上面来讲 其实国会啊 在大部分的时间 如果可以很简单 很简单的这个摘要下 大概都是 呃 同意总统的做法 嗯 或者或者对总统的做法表示静默 也就是说我不同意不反对 就随便你做 大概最多的这个状况 大概就这两种 嗯 很少有美国国会会站起来挑战美国总统的外交权 嗯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川普 嗯 也算是个强人了 嗯 他其实他的强性在于他不太听人家的建议啊 嗯 那美国的国会现在又是目前还是共和党在掌控 是 所以我们看到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些议案提议啊 希望美国的行政部门能够扬弃过去的一个中国政策 嗯 然后呢 要承认还或是接受台湾的独立与主权 嗯 而且更好玩的是 比如说今年这个加州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啊 众议员众议员 罗拉巴克的提案 他提案里面其实还提到说要恢复于台湾的外交 嗯 其实我看的是一头雾水啊 嗯 呃 为什么这样子 应该是中华 对 但他的这个提议的原文 现在就用台湾了 嗯 好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其实 呃 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这些 国会游说的关系 国会游说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因为我们有一群这个台湾出身留在美国的侨胞 嗯 他们非常的积极推动台湾独立 嗯 甚至 嗯 听说在1979年 嗯 12月底 美国宣布要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嗯 这些侨团 他们其实很高兴 嗯 嗯 那为什么他们高兴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只要美国跟蒋介石 蒋经国政府的中华民国断交 嗯 台湾的独立就有希望 嗯 因为中华民国就垮了 中华民国垮了 下一个起来就是台湾 嗯 那这样的想法当然很不切实际 但是各位就可以知道 确实有这样一群人怀抱着他们台湾独立建国的梦想 是 在美国积极的游说 美国的 嗯 政府 这其实包括了行政跟国会部门 嗯 然后希望能够让美国 在台湾独立的建国大业上面施以援手 所以这样 这个是很重要 而且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所以 透过政治献金 其实这些议员通常会买账 了解 谁有钱 德拉巴克是非常典型的 对他非常非常典型 呃 您的意思大概就是讲说 呃 基本上这些声音背后都是有一些 呃 这个是政治上的合作了 政治上合作 政治上的你看政治献金 而且他只是国会的一部分 国会并不代表行政部门 而且他是众议院的一部分 还不是参议院 还不是参议院 对 把他当作一早起来打哈 因为为什么讲一早起 当然这讲起来 现在会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匪夷所思哈 今天川普很多的外交政策 也是颠覆过去的一个情况 对 那有一种最 在在也有人在谈起来 就是说会不会 因为他现在最大最大的 能够凝聚美国的 共和民主两党 行政国会部门的共识 叫做必须阻止中国来取代美国 成为最强的国家 没错 那有什么方式呢 其实承认台湾为一个邦交国 导致中美的直接冲突 乃至于让大陆在出兵打台湾 因此而延后中国能够超越美国 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讲 损失最小 获益最大的战略 意思说如果有这样的背景 那就不是只有国会 行政部门会不会冒这个险 我相信一定有智库的人员会这样想 但就我在华府 不管是在求学或者在工作 或者是我担任过一些智库的访问研究员 至少在美国官方我们听到的 或者我戒掉外交部跟美国官员 我见到成绩还不错 其实他们没有人会这样想 因为最可怕是说 就算真正引起了刚才主持人讲的 中国大陆出兵攻打台湾 让中国大陆发展的势头减缓 可是美国要不要帮忙 美国其实会遇到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说 如果他不帮忙 他对其他盟邦的承诺怎么办 因为我们当然不是美国的正式盟邦 但美国对我们的支持 大家都看得见 然后他也支持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被中国大陆攻击 美国做事不管 他对其他盟邦就很难交代 他的信用度 他的信誉会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其实就是说 如果美国要来帮忙 他要怎么帮 当然我常开玩笑说 一个比较低限度的帮忙 就是由国会发表一些声明 甚至行政部门声明说 这样做是错的 你们破坏了台湾的民主 你们侵略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就嘴巴讲一讲而已 对讲一讲 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那就算美国真正采取行动了 以中共解放军现在武力来讲 他绝对要出动航空母舰 就是美国一定要出动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一出来 少说大概三四十艘 大小的船舰 还有天上的飞机 还有地下的潜水艇 这样的一个状况 请问有多少美军要来 跟中共交战的时候 美军会死多少人 就算保守的估计 只要一个航空母舰 沉没的话六七千 简单说了 轻易的丢掉 他也承担不起 对 那你要付出代价打下去 他也承受不起 他也没有办法跟国内交代 所以你事实上来讲 美国是应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没错 就跟中国大陆也想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对 这是台海现状 坦白说 如果美国真的提议说 要跟我们建交 对我们的决策者 我们现在不讲说蔡政府了 任何一个党的台湾决策者 还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对 真是很头痛的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 甚至我们民进党政府 也不会现在把目标 设到这一步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个其实是个假议题 对 美国中国大陆承受不了 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斗争 而且相互斗争 其实最倒霉的是我们台湾 是是是 但是利用这样的一个遐想或幻想 其实可以动员一些 自己的支持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美国那个众议员提案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在众议院从来没有被通过 他其实在陈水扁时代 在马19时代 都有类似提案 都没有被通过 那不是说今年就不通过了 但确实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美国众议院的动能 还有参议院对他支持的 非常谢谢魁伯兄 给我们很详细的 那解读这个所谓的 美国跟我们台湾建交的这个虚实 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说明之后 相信你会有所了解 好谢谢你收听 POP壮新闻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 进行到这里 下礼拜见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 POP最正典